現在我們來自己做一個新的 你從左上角這個房子按一下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來選 來選你想要的這個 新制圖的類型 那新制圖其實最重要就是要靈活 所以你會發現它有很多的類型可以選擇 而且呢 每一個節點都可以選擇不同的類型 也就是說你不會因為選擇新制圖的第一個 然後後面這些都不能用 它是很靈活的 那當然如果你一點想法都沒有 你就找範本 這樣有沒有很過分 又在找範本有沒有 不過說真的啦 其實新制圖我一點都不會想要用別人範本 因為每個人想法不同 你用別人範本反而很容易覺得卡卡的 但是你可以參考 你可以參考它我覺得它這樣設計蠻不錯的 那我可以參考它的做法 以後我可以這樣做 好那所以呢我就選空白的 好就用這個 點進去之後你還可以選樣式 你可以選擇不同樣式 通常我也都偷懶 都用最簡單的 這樣就進來了 各位 中心思想來了 有沒有 就一個主題啦 你的作文題目來了 所以你就在這邊開始 開始想 那 你 如果是同一個 一個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風格美食對不對 好 那你可能就會有想到幾個東西 好我就按 Enter 有沒有同一個主題就一直出來了 那 如果你要往下一個主題 我會按鍵盤上的這個 TAV TAV Table 你也可以按什麼 Insert 它標準的是那個Insert Insert 但是我大部分我都比較習慣 Table Table就是下一層 但是呢如果你懶得計快速鍵沒關係 因為從上面也可以 按右鍵也有 有沒有 你從這裡找 那新版本的刃它就是把這些東西都藏起來 就是只有比較乾淨的紙 不是 因為它不希望太多工具干擾你 對對對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 現在呢 這樣有了 對不對 那你再增加下去 好 就這裡繼續增加 好 這樣 點 Enter就是同一層的 Table 那如果你突然 天馬星空 啊 中 這個 好像應該拉過來 你就拉過來 各位有沒有用過 Office裡面有一個叫做 組織圖 好用的請舉手 沒有的好用嘛對不對 所以就不要用它 一點彈性都沒有 沒有啦看一下但是它真的不太好用啦 因為它 這個我們可不可以變組織圖 可以 你看我點到它你按右手邊 這裡 有沒有一個格式 你看 按開 我們 在 S-Mine裡面或者很多形式軟體 每一個節點都是獨立的 所以你今天這個節點我想 這樣的發展我不太滿意 你就可以告訴它 啊不然你用那個 這個 有沒有用表格也可以 有沒有它馬上幫你整理成表格 你今天你想要用 組織圖 用這樣組織圖 它就把你變組織圖 所以這個是它的優點 你可以很輕鬆的改變 而且不會 跑掉 它還照你原來的 這個是像這樣 那如果你要平移 各位 按一下滑鼠的右鍵就好 平移 就是我這邊比較大的時候 我就平移一下 按滑鼠的右鍵 好 這是一個 再來 如果你覺得 這兩個好像有些關聯 有沒有這三個有些關聯 你可以怎麼樣 這樣子 蓋瓜 有沒有 這個還可以繼續延伸下去 有沒有延伸下去 這樣延伸 那如果你覺得 這個組織好像跟它有點關係 你還可以用這關聯線 跟它也有點關係 有沒有發現這樣子 就關係越來越錯綜複雜 可是很多時候是這樣的歸類啊 你看看我們的檔案總管 你覺得檔案總管好不好用 有人好用有人不好 但是它有一個很致命的缺點 檔案一定要放到某一個資料夾 可是今天這個檔案如果是屬於 這個專案的 但是它又屬於另外一個專案 你一定 會幹過那件事情 複製一份 拿過去 但是以後就有很多重複的檔案 這是檔案總管的缺點 可是如果你用這種 觀點是不是就沒差 我跟你是相關的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現在 像Google 它有一個很好的方式就是用 所謂的標籤 我只要給標籤就好了 你今天這個檔案是哪一個標籤 都沒關係 重複都可以 但是就是一樣一個檔案 就跟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 我這幾個 這個我想要加註解 按右鍵 插入 有沒有下面這裡有註解 備註 對不對 超連結那些都在裡面 你就可以自己打進去你要的 這樣就有一個 然後呢 你看右手邊 有沒有這個圖標 右手邊 這個是第一順序你就把它丟進來吧 按著它丟進來 沒有按到 這裡 打開 你就看你要哪一個圖標 這裡 按著它 丟丟丟 有沒有這裡有優先順序 這樣子丟進來了 那你可以再看 這是第2個 就把它丟進來 這樣子你的優先順序就出來了 那麼 在這邊啊 都是比較標準的做法 比較標準的話就是 我就是把一些想法都弄起來 但是有些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些比較 突發性的想法 你知道那個皮卡丘的絕招是什麼嗎 上課老師不能問皮卡丘嗎 你們怎麼這種表情 皮卡丘有什麼絕招 除了那個 十萬福特以外 他有用過什麼絕招 你們 離卡通這麼遠嗎 現在我只知道有一個叫 我們與二的距離 你們與卡通的距離應該沒有那麼遙遠才對呀 他沒有一招叫電光一閃嗎 應該有吧 有嘛 你們沒有電光一閃但是你有靈光一閃 所以 有些時候你有突然有一個想法 可是不見得能夠 跟這個主題完全契合 這個時候怎麼辦 在空白的地方點兩下 有沒有叫浮動主題 這樣了解意思 你有想到的盡量記錄下來 說不定以後你的救命限單是這個 可是他還可以再延伸 Table Enter 有沒有可以繼續下去 等到你覺得他需要歸位的你就把他拉進來 有沒有真的進來了 不要了就把他拉出去 你繼續過你單獨的生活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叫做浮動主題 所以也很好用啊 這樣我就可以把我的想法很清楚的記錄起來 不要 想說 今天想到這個好像沒有關係就丟掉 有點可惜 有時候做一點資源回收 也不錯 搞不好這就是很好的一個以後呈現的方式 因為其實我們在創意思考的時候這個都是很好的 盡量把它整理起來 那這個是在同一個頁面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一下 如果你不同頁面怎麼辦 好吧我先讓 各位有機會先試一下 玩一下 看看新制 我心想想想像的 我以為你是怎麼做的